在野球场打球的小伙伴,一定都遇到过某个碾压过自己的人,或是勾手老大爷,爱胖卡板怪,灵活死胖子,高兽远头王,他们一定会在某一方面碾压你,令你有苦说不出野球场尚且如此,更不用说强者如云的NBA联盟了,在此立足的,都是些能飞得会跳的怪人,在NBA打球被碾压简直来得猝不及防,那么被碾压时,NBA球员们心里影面积有多大呢? 来采访一波这五位同学吧 一,力量碾压,奥胖飞对AI扣篮奥米尔作为史上最具统治力的内线球员,他的身材和力量无疑是Bug一般的存在,顶飞奥拉猪王,扣碎篮板或许已经令球迷见怪不怪,在一场与76人的比赛中,科比持球快攻,奥米尔反跑进入篮下,截到传球后就要扣篮得手,这时艾福森便故意上前要把这个不会反球的大胖子归下来, AI一把搂住奥米尔的双肩,然而,不可思议的一幕,奥米尔照往常一样暴扣得手,然而奥米尔却突然想,怎么感觉刚刚背了个书包,奥米尔竟然挂着150斤的爱福森完成了扣篮,之后连AI自己都笑了,爱,都叫杜兰特书包度,我也该叫书包爱了。 二,臂展碾压,格里芬各种被冒格里芬,虽以暴力灌篮出彩,但他略微有些短的臂展,却让他在大前锋位置上受阻,在全新年快船与马次的比赛中,格里芬持球冲向篮下,再力气跳张手挑篮,然而,此时胡子都白了的邓肯心坚一跳,结结实实冒下了这颗球,在后的图片更是伤格里芬的心呢,这臂展碾压,压得稀碎啊。 三,速度碾压,罗斯晃到老米勒米勒在NBA征战至暮年,扔了以超高的球伤,成为把对手耍得一愣一愣的老油条,然而,当他面对NVP罗斯时,即使脑子能跟得上,脚踝可不听使唤了,罗斯运球上前,米勒赶紧后退,结果罗斯竟然毫无减速的飞快变向杀向另一边,老米勒接接实实被晃坐在地上,只能望着后背的双腿空流泪啊。 四,智商碾压,嘻嘻实实真真假假,戏耍众人当NBA球星老了,速度慢了,就一定要靠智商和经验打球了。 老维德在没了扣篮的爆发力之后,仍然能在76人的内线轻松得分,只见他一个假投篮,防守人没跳,那就在一个假传球。 终于,76人这两个傻小伙儿找不着球了,老维德轻松投篮命中,在小歹大的时候,小个子往往也能靠智商碾压对手。 库里在街道传球后,迎来了波兰铁锤的扑面而来,机智的小学生一个假投篮,晃飞了他,随后在他下落的同时,快速做了一个突破的假动作。 这个哥塔特果然被骗过了,就这样小学生又得到了一个空位三分的机会。 5.人气碾压 维德被球迷无视闪电侠,在之前用智商碾压了对手,可出来碾总是要还的。 原来维德早在2008年就被老科实实在在,用人气碾压了一回。 北京奥运会期间,当时白金一代詹姆斯,维德的人气远远不及可比在中国的人气。 维德也在一次谈话中说出当时被迎面而来的球迷,从身边无情擦肩而过的尴尬,当时一定想找条的缝钻进去吧。 我不禁又想起李团早那句话,侠路相逢,即使指导对面是天下第一剑客,可自己也要敢一亮剑。 NBA这个错位联盟,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有亮剑精神的球员,他们传递给我们的,远远不只是技巧,艳逸。